生活成本压力是今年来议会中的热门议题 对标解决该问题的相关法案也频频闯关成功 18号在参议院中就投票通过了工党的一项修正案 为新手家长们进一步减轻负担 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从2024年7月开始 现行20周的担心育儿补贴 将在未来的两年内每年逐渐增加两周 最终在2026年延长至26周 但非主要党派议员担心小企业难以适应这种变化 工党在参议院内刚获得立法胜利 很快就面临了来自反对党不断施加的边境管制问题压力 去年高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一名被判强奸儿童罪的 罗辛亚难民的裁决 该名难民在法律文件上的简称为NZYQ 由于确定他无法被遣返到另一个国家 他在澳大利亚被释放 随后其他的150名被无限期拘留的人也被释放 现在一个新的案例即将出现 名为ASF17的伊朗寻求庇护者 因担心受到迫害而拒绝被遣返回伊朗 该名寻求庇护者的律师在高等法院上诉 希望他能够被判释放 政府目前正在准备辩护材料 移民部长表示 不配合遣返的个人应继续被移民拘留 政府在联邦法院成功捍卫了这一立场 并将在高等法院继续积极捍卫这一立场 同时政府还在审查已经释放的151人案件 以考虑谁可以根据预留性拘留权利 再次被拘留 宪法专家表示 这一法律考验多年来一直迫在眉睫 高等法院对该名伊朗拘留者案件听证会 将于下个月开审 如果该案件上诉成功 可能会为新一批的被拘留者获释开创先例 SBS中文新闻 陈英书报道 再次无论 提案 提案 rei 牧 提案 提案 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